嫂子 小迪回来了 我哥没在家吧 你哥还没回来了 你还没吃饭吧 嫂子给你做 哎 不用了 嫂子 我吃过了 你给我拿五千块钱呗 五千 你干什么用啊 要不要给你哥打个电话 哎呀 就是拿钱就拿钱呗 我还能干嘛用 这点事儿犯得着跟我哥说嘛 再说了 妈的卡不在你那吗 是妈叫我来拿的 行 你等着 我去房地给你拿 哎 小妹 你干嘛呢 这么开心呢 我告诉你 哎 哥 你今天怎么下边这么早啊 哦 我路过 上来拿个东西就走 钱给我吧 把妈的卡也给我 卡是妈的 为什么要给你啊 妈说了 叫我拿回去把它放着 你赶紧的 小弟 你这是干嘛 把钱给你呢 你还要卡干什么 我都跟妈说好了 卡以后我替她包裹 妈答应呢 那肯定啊 不然我会专门跑回来拿卡吗 你等一下 我来给妈打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式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注 我都说了 妈把这个卡给我了 她老人家不想给你们俩说罢了 那不行 这卡你钱怎么来的你忘了吗 当初是我和你哥省吃俭用才给妈交了社保 妈现在才能领钱呀 这一年到头吃的用的钱都是我们出 妈才能攒下这些钱呀 你们花这样的小钱就抱怨 真不孝顺 妈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能吃你们多少 用你们多少啊 花多少钱 那也是我们进的校 妈生病住院的时候一直是你嫂子手在床前 陪在床后 你人眼都进不着 你有什么资格对她大呼小叫啊 我是妈的亲女儿 你的亲妹妹 我要用钱 你们帮帮我也是应该的 小妹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都不舍得在外边吃饭 听听营救打折活动的福利 不就是为了给这个家省点钱吗 你嫂子也是你的家人 她和你就只差一岁 你看看你一身名牌 她却年轻换气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你要是真困难 我们呢 也就帮你呢 可是你拿着我们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一点钱去挥霍 你像货吗 妈的钱她爱给谁是她的自由 她喜欢谁才会把钱给谁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对 我就是不服气 我知道啊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你会哭 会撒娇 会甜言媚语 可是你就打算硬着这么淘乃科吗 你都快三十岁的人 能一辈子靠吸别人的血活着吗 你要是没有本事当一辈子的巨星 我要劝你趁早靠自己 门在那边 慢走 我走 等一下 把群交出来